哼哼哼哼 我現在在胡子的工作室 他終於睡著了 我可以來挖他這裡 到底有什麼秘密了 我聽到了 你怎麼醒啊 我沒有睡啊 好啦 其實今天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胡子的這支影片 就是人體到底可以追幾隻派對底 這個派對底那時候我在影片看完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法是 不是也太廢了吧 15個派對底而已欸 唉唷 15個你追得看 你追得不追得看 這個真的不是很快追的 對 在這個同時大家都知道 怎麼樣讓派對底運作就是我們肺部量 那今天我也想實驗一件事情就是 關於人的體積 會不會影響人的肺部量 因為你的肺部從物理的觀點來說 就是比我大 對 就是這一塊 所以 所以 等一下 應該有差到一倍吧 1.5倍吧 1.5倍 1.5倍 其實我自己本身也蠻好險 我就坦言 對啊 我就是比胡子寬 對 真的 我就是比胡子寬 所以 我想試試看 就是身為一個 體積比別人大的人 我的肺部量到底會不會比 一般人還要來多 胖子跟瘦子的肺部量 那誰的比較大呢 你自己承認 沒關係 反正我的體積已經公開了 那麼呢 第一項的挑戰呢就是 好 我們呢 一樣 再來的挑戰就是 十五根派對底 看我們到底誰去吹的秒數最多 秒數 秒數 我看你是不是覺得有什麼 等一下我們需要 精確度可以到小數點 第四位的發表 有這麼誇張嗎 我覺得一秒都吹不完 手機的發表沒有辦法嗎 沒有辦法 我覺得應該是 就沒了 我真的比手是為了 我這樣覺得啦 你有自信嗎 我不知道 我們就有吹過 我就是很想要體驗 這個真的有這麼難啊 好OK 我是這樣覺得啦 我們應該都到不了一秒了 所以呢 我們現在第一場比賽 就是有我們的 派對底 數字派對底的挑戰 看誰能吹最多的秒數 OK 好 那先由我先攻 畢竟胡子寬影片中 他已經有吹過了 大家也知道他的成果 這邊是要壓著是不是 不然他會 壓著 或者你要熱情的話 你可以把它折起來 馬上我們就 統一規格折起來 好OK 準備囉 我要來挑戰囉 運氣挑襲一下 一定可以到 補上我 台中最有量喔 唉唷 什麼時候有這個稱號了 3 2 1 開始 3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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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 這是一個非常精準的數字 多少 這是一個非常精準的數字 太高了 太高了 這是一個非常精準的數字 他會有一種很劇烈很劇烈運動的感覺 就是有一個瞬間你的心跳拍數會 還是講回來 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可以確保 這是一聲 廢活量殺人衝擊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覺得這樣不容易 因為那個秒數實在是太短了 你知道嗎 這個是我們 早按快樂就會影響到 比賽的勝敗的差 對 完全沒有辦法精準 對 所以我提出一個 我想到一個方案 其實我當初在做的時候 你們注意到這邊有另外一個東西 蠻長的 對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我當初想要測 我 我以五支一個單位 五支一個單位 然後這樣子 自己大概就會全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以怎樣 十支可以這樣 我們就挑戰一次追十支 喔 十支少了五支 我相信 這個秒數 對秒數應該就會拉 就是真功多 就是見真章的時候 好秒數架好了 大家看清楚啊 那我們虎子現在要進入我們的挑戰時間 好來 虎子準備好了 3 2 1 我跟你講 我們這一次 相當的大進步 相當的大進步 相當大進步 兩秒五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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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後來 那個排列在上面 但是已經 那個出氣量已經不足以 他做生意了 真的 因為十支 但是 我覺得能 發出三秒以上的聲音 都算是強的 真的真的 這個東西 很可怕 我原本以為它是一個 只是一個很快樂的一個道具 就是覺得 很有興奮 來來來來來 這個是板前四大步行的 第十一步 差的東西 真的差的東西 這樣子我也要怎麼指示派對你 好可怕的東西喔 好 來吧 兩秒五五喔 這是我的 我要跟大家在這邊再說一次 這個東西 比你游泳下去 全水游了一百公司 起來還好 真的 來吧 3 2 1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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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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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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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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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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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2 2 2 3 4 2 2 吹過五秒 沒有沒有沒有 吹過五秒 這小票是什麼 廢萬怪物喔 喔五秒 其實不會很難啊 他送到一個迷你 不是我覺得這個 這一個關卡主要考驗都不是 吹氣流感和穩定 他要考驗手 因為其實你看 剛剛到底是有夢幅色 你剛剛是不是有拉 有拉 因為他吹氣的時候 他那個各種原理 講到的原理太麻煩了 反正就是這樣吹的時候 對啊 他會這樣晃啊 那不要掉下來就好了 好啊 那其實在課程上 會不會再額外買這個 這個是我們的毛根 他會纏繞在吸管旁邊 讓他做一個固定 你就可以不用一直去喬 一直去動 不過呢我們啊 Youtube欸 怎麼可以做這麼簡單的挑戰 不行 太Easy了 所以 有誰先攻 好我先是不是 我們先 秒速器一樣啊 欸這個沒有三戰兩勝 一個手滑就GG了欸 要不要事先練習一下 好練習一下 練習一下 太難了 欸這超難欸 沒有毛邊的話真的難度滿高的 不是 這個不是在考驗被活量 這個 我氣根本沒有吹進 那球就掉了 可是如果 你架得夠穩的話 可以吹很久 你知道嗎 對啊但是問題就是架不穩 真的嗎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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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r欸 Youtuber怎麼用這個欸 Youtuber 欸欸欸欸 抱歉 一切都是我把話說得太滿 我要在這邊跟大家道歉 保跟好吧 好 我們服務實在進行我們的 吹乒乓球的挑戰 3 2 1 太成功了 我們這次的成績是 4秒 48 哈哈哈哈 很厲害 欸其實 你吹到5秒就可以拿到我們的小單張了 欸對啊 太難了 好來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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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秒75 欸 沒關係 到最後一刻 我是絕對不會放棄的 我還有第三項挑戰 第三項挑戰是不是 現在是一生一合 我們的第三項挑戰啊 但是 你 我 這個 你看 那個水管 欸 這麼多沒有用 所以呢 我們就把後面這一小段給結下來 在裡面裝水 那誰先撐不到 撐不住 為什麼撐不住 裡面裝水 我護吹 喔護吹 那誰先撐不住 誰先手錶 結果是水給 吹到 喔 直接PK就對了 對對對 直接誰輸就是水 OK 剛剛都是用器材輔助PK 現在不用我直接單挑 正面對決 對對對 那這就是我們的最後一戰 所以我們的實驗 到底比較胖的人呢 是會讓隊友比較高 就看這一次 OK 好 第三項挑戰 太多了 我覺得這已經很多了 對啊 這樣噴在臉上才會爽 好 好 真的比較被噴 被人 被人當氣噴的感覺是很爽 OK啦 這個水是給別人喝水 好 我們第三項挑戰 誰會先噴到對方呢 3 2 1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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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現這個 這個 不是阿涅的肺活量喔 這個好像不是 我在玩的時候發現不對 這好像在比 誰的氣 不是這個在 這個在比誰的血管 彈性比較強 像一些爆血管 欸我頭會暈欸 欸不過那個 我忽然想到 這個關這個遊戲 觀眾的家裡 不要自己亂玩喔 因為有些那個小朋友 他的那種 就是 發展還沒有好的時候 如果在那邊 吹的太用力真的爆血管中風 對你還是找大董 就一定會 不要啦 就是找大董跟大董 1 1 1 大家都是 一盒 一勝 你敗 不過呢 我覺得這個 這個是在比 嘿 最後的這個應該就是你有優勢 對 因為你能動用的肌肉群比較多 然後就一直 對 所以我整個被你肌肉壓吃 那樣子 可是這個到底是什麼 就是在用氣體故撞而已 到底是 在比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應該是在比誰能壓出比較 大量的氣力 這個跟持續性不關 這個跟你胸部的 還有腹部的肌肉量 比較不關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訂閱按讚 好那不要忘記 更多實驗的內容在我們的 胡子頻道這邊 耶 也謝謝胡子 今天朋友玩這個實驗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